清宫高管方若为何屡屡冒险 帮助甄嬛这个小萌新呢 仅仅是因为甄嬛是他的学生 还长着一张纯圆脸吗 No 这背后的原因可不简单 这位是宫中教导礼仪的方若姑姑 要不怎么说这套上女主光环就是不一样呢 其他人的教引姑姑全程都没露脸 可见没啥特殊身份 一句词就过去了 方才领着另一位教引姑姑去下场再讲 那可是看了好大的脸色 咱们缓缓可不一样 人还没入职场 就由清官高管方若一威二教学 作员工入职培训 作为纯元皇后的贴神侍女 四大爷的御前女官 太后的得力帮手 细数方若姑姑的马甲 每一层都能让人直呼一句大佬 试想一下 尼修身边的简秋已经很受人尊敬了 连夏冬春这种颇有出身的都赶着巴结 您怎么亲自来了 快请进快请进 那综合了三方背景的方若 该是什么样的地位 不用我多说了吧 那么如此牛皮的方若 怎么就甘愿铤而走险 做甄嬛的老工具人呢 第一 没有哪个老师不喜欢好学生 头一回见方若 环环子的表现就是大写的 尊师尊道 姑姑安好 行完礼 环环还亲自上前去 把方若导师扶了起来 每个细节都透露出甄嬛家教极好 连宣旨公公都忍不住夸赞 好伶俐的小主啊 真大人好教养 方若呢 大从康熙也起 就教导新入宫嫔妃的礼仪 见过的秀女不计其数 其中肯定有梅姐姐这样家境好的 也有夏冬春这样自视甚高的 可像甄嬛这样家势不是最高 但谦虚懂礼仪 能时刻摆正自己位置的 只怕是凤毛麟角 这么优秀的学生 方若很难不喜欢 也更愿意倾囊相授 所以 上课的时候 除了正常的员工入职培训 方若还按说戳的 给甄嬛画了不少重点 大婚后三年 福晋难产离世 连刚出生的小阿哥也没能保住 皇上至今都十分伤心 追视福晋为纯元皇后 方若给甄嬛开脚噪时 着重提及了 四大爷对纯元皇后的重视 面对夷修的描述 方若却只说 皇上对他倒是十分的敬重 把几位上层大领导的关系 梳理得清清楚楚 这些重点知识点 对入宫后的甄嬛 必然是受益颇多 第二 方若深知 纯元滤镜的重要性 没错 四大爷的后宫里 不只有夷修和缓缓 懂得利用纯元滤镜 争宠 老毛深算的方若 同样懂得用纯元铜款 来维持自己的热度 不让四大爷忘记 还要自己这么个人 给甄嬛受课的这几天 方若必然看出了 甄嬛是个怎样的人 甄嬛举止得宜 进退有度 不仅没演出 有几分像纯元 连性格财情和对待下人的态度 都和纯元皇后很相似 因此方若断定 甄嬛一定是四大爷的天才 是一只稳赚不赔的钱力骨 入宫后必定受宠 所以甄嬛入宫当天 方若一路护送到皇宫门口 明晃晃地告诉所有人 甄嬛有多被重视 同时方若提醒甄嬛 此次方若算是正式入了甄嬛股 日后一旦甄嬛得宠 他必定会念及方若的好 而方若为了让自己 投资的股票稳赚不赔 也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帮衬甄嬛一二 事实证明方若的眼光 何其毒辣 从汤泉公寓 小主大喜 皇上赐碗贵人汤圈公寓 到焦房恩典 孤和小主 焦房知情 这可是上上荣宠 上上荣宠 四大也对甄嬛的喜欢 一度到六宫侧目的地步 连刚进宫的瓜六都知道 皇上喜欢婉萍 是谁都知道的事 跟在婉萍身边 不会吃苦 可见方若姑姑 确实有先见之明 甄嬛得宠 方若这个曾经的 较引姑姑 面上也有光 第三方若帮甄嬛 并未涉及自己的 核心理 既然帮与不帮 都不会影响自己 何不卖甄嬛一个人情呢 你画的眉毛是远山带 是 奴婢伺候纯元皇后 画过远山带 所以自己也会画 瞧瞧 什么叫教科书级别的送礼 甄嬛只用一管 罗子带 就通过方若这条线 解决了自己的困局 梅运事件发生后 留本跑路 梅姐姐禁足 缓缓着急上火箱 尽办法要替梅姐姐求情 关键时刻 警息提醒缓缓 要不要去求方若姑姑 甄嬛当机立断 再去我装台上 拿一管罗子带给方若 就说她在御前行走 眉毛淡了不好看 很快 get到学生求助的方若 当天晚上就画上了 纯元皇后的 铜款远山带 须四大爷跟前晃悠了 四大爷一看 这不是我的白月光铜款吗 随后就开启一波 回忆沙 念着纯元皇后的同时 又想起了裤子纯元的缓缓 于是呼 启禀小主 皇上说今夜会过来 请小主准备着 这效果立竿见影 顺利把环环从梅运事件中摘了出来 同样的环环假扮小宫女 偷溜进贤月阁 看望静足的梅姐姐那一次 也是方若帮的忙 在看守侍卫的点心里头动了点手脚 那些茶点里加了点蒙汗药 他们正犯困难 蛮事虚眼的 弄必陪小主进去 屋里头 环环正和梅姐姐密谈 屋外头方若也全程在暗中 提前威利亚周全 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 去小主快些出来 要知道不尊圣旨 擅自放其他人探视 禁足嫔妃可是重罪 可见方若为了帮甄嬛 算是豁出命去了 甚至连华妃都敢得罪 奴婢遵从皇上圣旨 实在不敢放娘娘进去 帮娘娘恕罪 帮人帮到底 送佛送到西 方若能帮到这个味儿上 也是甄嬛走运了 不过要说方若帮甄嬛 帮得最绝的一件事 还得是他帮龙月 打造纯元同款项圈 那一次 那纯元皇后生前 有没有他心爱的首饰 项圈之类的 没错 为了替女儿龙月 在四大爷面前 刷刷好感度 让龙月多几分 四大爷的怜惜 身处甘露寺的环环 曾特地拜托方若 给龙月打造一个 纯元皇后的同款项圈 而方若明知道 甄嬛用这个项圈是干嘛的 不仅没有推辞 春元皇后 有一个用羊枝美玉 做成的芙蓉项圈 是他生前最喜爱的 反而转头就把这事 漂漂亮亮的给办完了 回顾方若帮甄嬛的全过程 方若一 没有伤及自身 二 换来了甄嬛的感恩戴德 情质双高 让人佩服 剧中虽没交代方若的结局 但有甄嬛这个靠山在 相比方若的养老生活 一定过得还不错 若说你没有静娘的心思 连我听了我都觉得委屈 你说当年 你剩下龙月才三天就离工 那三天的担惊劫 哪一点不是为她一辈子做尽了打算 甄嬛离工后 她费尽心机 送给龙月的几件礼物 这背后的意思你看懂了吗 首先甄嬛给龙月送了静妃这个养母 臣妾出宫后 希望能用静妃娘娘来抚育公主 这个举动几乎保证了龙月 从出生到出嫁前 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爱和保护 很多宝子可能会问 甄嬛离工前为何不把龙月 托付给她的默逆之交 梅姐姐 而选择老实属专的敬畏呢 深巴这里头的细节 才知道甄嬛爱龙月 爱得有多深 当时甄嬛与梅姐姐的抱团 满宫里众人皆知 姐妹二人始终患难与共 彼此肝胆相照 甄嬛走后 梅姐姐一人势单力孤 为了不被皇后一党所迫害 梅姐姐只能听缓缓地 紧紧抱住太后的大腿 所以你看 梅姐姐自身都难保 确实不适合抚养龙月 另外 环环执意要走 四大爷再三挽留都没用 避免对环环心结未解 余怒未消 日后 不论谁提及甄嬛这个人 四大爷都要发一通脾气 这个节骨眼上 如果甄嬛还把龙月交给梅姐姐养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梅姐姐和龙月 一块受到四大爷的冷落 梅姐姐自己失宠没关系 反正她也不想搭理四大爷 但龙月刚失去生母 不能再失去生父的疼爱 宋上所述 梅姐姐不是最佳人选 反观静飞 不在党派内跳出是非中 静飞资历老 位分又高 能在狠毒的华妃手底下生存这么多年 她的心肌和手腕 绝非等闲之辈 若真是一无是处 又如何能在华妃之下 隐居这么多年呢 最重要的是 静飞膝下无子 又一直保持中立 即便抚养一个公主 只要不涉及皇后的利益 皇后一挡 也犯不着去针对一个 无宠无子 没有威胁的妃子 静飞自己呢 缓缓的安排 简直绊到了她的心坎上 有妹妹这一句话 我当拼全力爱护龙月 姐姐对龙月 拼尽全力 即便我这个生母也自叹不如 没有孩子 是静飞一生的心病 甄嬛把龙月交给她 她势必把龙月当作眼珠子 去疼 去爱 有女及母 静飞对甄嬛 一定是心存感激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视如己出的 静飞念着甄嬛的好 对甄嬛的好姐妹 梅姐姐自然也会多加照服 甄嬛此举相当于在无形之中 拉近了静飞与梅姐姐的关系 不但安顿好了龙月 更让梅姐姐从此多了一重依靠 甚至在后来 静飞加入甄嬛战队 都有甄嬛让她抚养龙月 这一份功劳在一举三得 不愧是缓缓 其次龙月满周岁后 愿在甄嬛寺的甄嬛一早 便开始为龙月的深沉宴做准备了 龙月公主周岁之时 宫中必有宴请 到时我还想娘子助我一臂之力 通过果子梨这条线 甄嬛先给龙月做了几身新衣服 不得不说果子梨追缓缓子 真的是用心了 她知道甄嬛心系龙月 便故意找了借口 说府中绣娘技术不好 让甄嬛给龙月做点衣服啥的 再由果子梨带进宫去送给龙月 就当是甄嬛这个做儿娘的 尽点心意 你是她的母亲啊 自然是你做的衣服 最贴身 也是最核心的 除了做衣服的布料 甚至连龙月的尺码 果子梨都提前准备好了 尽数交给甄嬛 当然 其间衣服以这份礼物 仅仅是宽慰甄嬛的私女之情 也让龙月在穿上这些衣服时 能够感受到一点母亲的温暖 不久之后甄嬛的老熟人方若姑姑 带着些好东西来甘露寺看望甄嬛 简单寒暄几句 甄嬛立刻问起龙月的近况 哪怕身陷低谷 缓缓看局势 还是一样的清醒 皇子尚且可以凭借自身之力 奋发向上 而公主一生的浅诚与际遇 都维系在他皇阿玛的怜惜 与疼爱之上 没错 公主们日后是远嫁和亲 还是嫁入京中 承欢膝下 请命运走向 都在四大爷的一念之间 这是封建女子们的悲哀 却又是绕不过去的事实 因此 为了龙月的虔诚招相 甄嬛被迫打纯元派 寄给龙月取名婉 婉之后 再次放出大招 那纯元皇后生前 有没有他心爱的首饰 项圈之类的 宝子们谁懂啊 曾经的婚婚是多么抗拒 做纯元的替身 天下他为了龙月 却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但凡能让四大爷 多分一点宠爱给龙月 甄嬛怕是什么都愿意去做 果然父母之爱女 则为之计深远 再听完方若姑姑说 之后 甄嬛立刻拿出所有提己 求芳若替她去内务府 打造一个和 纯元皇后那个 差不多的项圈 让龙月在生日宴的时候 带上 宝子们都知道 甄嬛在甘露寺的日子 很难挨 静白等一众姑子 无不是败狗采迪 一个劲的欺负她 有的时候 甄嬛不干活 还不给饭吃 你说说 自己的生活都这般光景了 甄嬛还要把所有的傍身钱 都给了龙月做项圈 这不是母爱 什么是母爱 连方若都看不下去 劝道 不管做项圈的钱够不够 方若还是很给力的 把这事办成了 龙月生日宴当天 当龙月穿着一身新衣 被四大爷抱着的时候 四大爷立马注意到 龙月脖子上戴着个 他很眼熟的项圈 问了句 这幅项圈是哪来的 清飞立刻解释 不过是内务府感制的 再加上有端飞在一旁 神助攻 这样的项圈 从前的纯元皇后 好像也有一个 只是静飞进府晚 没见过罢了 如此一来 四大爷也就不宜心了 内务府的人制作项圈 样式大多是随机的 静飞原来也没见过 便顺理成章地以为 龙月和纯元皇后有缘 连带的项圈 都是差不多的样式 纯元皇后的滤镜一开 四大爷看龙月的眼神 越发的慈爱 索性大手一挥 不得了了 这可不是一般的赏赐 纯元皇后的遗物 四大爷珍爱非常 如今却肯拿来送龙月 说明龙月在四大爷心里 算是有一席之地了 为了替龙月在四大爷跟前 刷好感度 缓缓费尽了心思 然而 站在墙堡的龙月 不知道 她的生母在背地里 一直为她默默付出 不求回报 甚至待龙月长大后 不认甄嬛这个生母时 甄嬛尽管伤心 可为了女儿 她还是愿意忍痛割爱 把龙月彻底交给 净肥抚养 我若强行把她养在身边 那才是真正断了 我与她的母女情分 可怜天下父母心 大抵便是如此了吧 甄嬛伤中 皇上到底有多鸡贼 为了给自己一点颜面 一次又一次的假借他人之手 去做刻薄之事 如果说曹贵人是猛虎上的爪牙 那么皇上一定是生公中最狡猾的那只狐狸 这期咱们就来唠唠 皇上究竟有多狡猾 第一点 甄嬛利用妖蛾子附宠之后 皇上巴不得赶紧和甄嬛拉手 说睡觉觉 可甄嬛欲擒故纵 玩的那叫一个溜啊 又是躲又是逃的 说什么都不愿意 让皇上踏进她的碎玉轩 为了收服甄嬛这个魔人的小妖精 皇上辗转反侧 整宿都睡不安稳 好不容易熬过了黑夜 结果甄嬛的面还没见着呢 哎 前朝来活了 于是皇上下了潮 丧着个脸来到皇后宫中 抢走皇后的小板凳 一言不发的看着众人 知道皇后问起皇上 是不是有什么烦心事 皇上才开口说起准格尔求亲之事 原本天朝公主下嫁 和亲也属于常事 只要从宗室中 挑一个合适的女孩 封为和朔公主 下嫁就可以了 但是难就难在准格尔 要求娶嫡亲公主 见识皇上心中 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可他偏偏还有把这个难题抛出去 而此时还在立着贤良人设的皇后 立马掉进了皇上挖好的坑 我说皇后娘娘 最合适的人选应该是 你们安齐拉小分队呀 只要你们去了准格尔 别的不说 单说打胎业务这一块 不出三年 你们绝对能够让准格尔断子绝孙 但是说归说闹归闹 不拿业务开玩笑 毕竟安齐拉小分队的打胎宗旨是 精准定位皇嗣 从不上还有外人 所以咱们重点看 当皇后提出人选之后 皇上咋说的 呸 上家人选 你咋不嫁呢 别看皇上假装既心疼 又不舍的样子 实际上皇上比皇后聪明多了 皇后能想到 昭归公主这个人选 皇上他未必降不到 他自己不说 而是借着皇后的口说出来 是因为他知道准格尔克汗 已经六十多岁了 所以把自己的妹妹 嫁给一个老头 这算好事吗 很明显 这是一件极为不光彩的事 因此皇上借皇后之口说出来 无非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 这样一来 外界讨论起这件事也只会说 皇上是多么的宅心仁厚 又是多么多么的舍不得昭归公主 昭归公主下架都是皇后这个恶人提出来的 第二点 年庚瑶和敦亲王暗中勾结在一块 又是让皇上追风敦亲王他妈 又是让皇上安抚后宫重修飞灵的 皇上看着奏折气不大一处来 苏妃哄了好久也没哄好 只能派人去请甄嬛 甄嬛这个消防员队长为了快速灭火 一边看着奏折 一边替皇上分析里边的利弊 并且劝皇上同意敦亲王追风他妈 那就请皇上 依照敦亲王所言 追风温惜贵妃 为贵太妃 老子是让你来灭火的 不是让火上浇油的 皇上龙眼大怒 又又又又一次摔了一个空茶杯 可甄嬛依旧满脸镇定 边捡杯子渣 边和皇上说其中的缘由 最后甄嬛不仅为那些活着的死去的太妃 谋到了所谓的尊号 而且甄嬛还替自己的头号敌人华妃说话 请皇上在广施恩德 赴年妃为华妃之位 在甄嬛看来 华妃和年氏一族太过嚣张 只有让他们得意放松 才会有过失可循 所以甄嬛提出让皇上复卫华妃 也只是为了揪出华妃的尾巴 以此扳倒他 甄嬛以为他和皇上一心 皇上为了铲除敦亲王可以忍耐 他也可以为了扳倒华妃而忍耐 这不知皇上心中早就打好了小算盘 成全敦亲王以及复卫华妃这两件事 在皇上看来都不是难事 难得是没有人开这个口让他这么做 如今甄嬛开了这个口 皇上心里早就乐开花了 面上却还装作一副很不愿意的样子 朕若负他之位如何对得起你 瞧瞧皇上这神情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这和当初提议该嫁谁好是一样一样的 因为追封敦亲王他妈和复卫华妃这件事 都是甄嬛提出来的 所以即使前朝大臣说起这回事 也只会说是皇上龙恩浩荡 但是甄嬛得行有失竟然敢干预政事 除此之外皇上决定好追封敦亲王他妈之后 还特地跑去和太后说起这回事 而说的时候还故意表现出愧对太后的样子 只要皇帝所做的事有利于朝政 哀家不会在乎一己荣辱 多谢皇上 瞅瞅皇上这精湛的演技 原本他早就盘算好了这一切 却还要故意问太后这么做是不是不好 为的就是让太后肯定他的做法 好让外人觉得这是太后让他去做的 而不是落的一个不孝的名声 不得不说皇上这只老狐狸 实在是太狡猾了 自己所想做的一切都是借他人之手去做 怪不得一个店娘娘曾说他 无非是不想让人非议他刻薄 给自己一点颜面罢了 我会想做的一切都不想让人非议他 我会想做的一切都不想让人非议他 我会想做的一切都不想让人非议他